欲交际原生台词流出 文句的话题度和热度升了上来 网上曝光的嘉伦和热巴的合照 也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讨论 本来欲交际的热度就够高了 但官方却还是不满足一样 放出了任嘉伦和迪丽热巴拍戏的时候 说台词的原声音频 本来欲交际官方发出音频 是想要给作品进行宣传 让大家了解迪丽热巴和任嘉伦的台词功底 没想到这个音频流出之后 宣传效果还没达到呢 演员先受到了非议 任嘉伦被吐槽了 热巴反而获得了称赞 任嘉伦的演技在很多网友中都是不错的 然而在欲交际之与君出相识 原声台词上线之后 很多网友开始吐槽任嘉伦的台词功底 一些嘉伦的粉丝 也觉得官方给迪丽热巴和嘉伦的音质有差别 这是官方的区别对待 在欲交际之与君出相识的台词音频流出后 网上确实出现了很多吐槽任嘉伦台词功底的言论 如今这些言论都已经被压了下去 但是却有很多网友开始吐槽剧组 说剧组吸血 任嘉伦拿了纪片剧本 您对欲交际原声台词流出 任嘉伦功底被吐槽 迪丽热巴反或赞有何看法 请关注评论加转发 让更多的小伙伴来溢一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